你昨天大晚上的 去那别院见歌姬做什么 好色之心 人间有之 老四爷 你这 我是担心那贼人兵器上有毒 你别多想 虽然你是一个性格顽劣 葡萄老师喜欢的学生 调皮捣蛋 在学业上也毫无成就 白白辜负了羽兄对你的一片欺望 但是 还好你赌得快 这个贼人真的是冲着你的性命去的 下手极狠 武器也非常锋利 昨晚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托卓文也约了前九姑娘 从她别院出来之后 前九 别院 什么别院 叫什么 紫山中 跟清玄君那个体像的 不是 四爷 你说我到底是遇到什么而让 还要这么埋伏我 你先是被下毒 现在又是遇刺 你就不能安省点 不要追查那些事情 好好地读书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 四爷 这样你就太卑躬蛇影了 我们遇到这种事 此次再也不行动的话 他们下次再对着无辜之人怎么办 我都怀疑 此次他们就是朝着周永远 跟前九姑娘去的 你还有心情担心别人 对了 四爷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图案啊 你在哪儿见到这个图案的 那个紫人的尖头上 还有什么 你还有预言有止的时候了 我这不怕我眼花看错了吗 还有 前九姑娘的后地上也有此万图案 我知道了 这事你不用再多想了 我会查 不过 四爷 你放心啊 周永远他肯定不会害我 我只是担心他会被卷到一些 自己都不知道的危险里面 我说了你就不要担心别人了 周永远他也是我的学生 我会去调查这件事情的 好 话说回来 你昨天大晚上的 去那别院见歌姬做什么 好色之心 人间有之 我是去看美女的 何况我还学到不少东西 你学到什么了 你除了受伤还学到什么了 你听我跟你说 我发现这世间女子 各有各的美 比如说这个苏姐姐 文采 郁郁 知书 达底的那种 比如说前九姑娘 千般万美 万般风情的那种 还有那个宋佳音 虽然说是跟我脾气不和 我觉得她脑子指定是有些什么问题 不过她万般傲娇 风姿意义的样子 倒是有她特点的美 不一样的美 都不一样